各位网友大家好 我是马银九 大家有没有觉得今天我们的背景特别的美丽 这是一位28岁的青年设计师的作品 他的专业是服装设计 他现在已经在构思明年秋天的服装了 这就是我们在得到今年美国时装设计师协会 最佳新秀女装设计师奖的吴继刚先生 吴先生你好 你好 我们都知道现在台湾很重视文化创意 因此我们也立了法 同时也有很多年轻人在这个领域 可以说展现了他们的实力 像除了您之外有古幼纹 他用羊毛设计的一个服装 在国际间拿到大奖 还有一位在台南的出生的一位小姐胡音飞女士 她成为国际拍卖 这是Christie's最年轻的珠宝的艺术家 Jules 所以看得出来说 台湾现在有一点点叙事待罚 Ready to go 你是一个很特殊的例子 我们看到你的经历 五岁的时候就喜欢金剧的那些服饰 而你自己就十岁买布来给娃娃做衣服 十八岁就做了美国很著名的一家玩具公司 他来请你当他的艺术总监 这在我们听起来都觉得是天方夜谭不太可能的事情 可是你本人或者你的父母都让你的兴趣不断地在往前发展 都没有去阻止你 甚至于还帮你的忙 是不是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你是什么样的一个家庭 对你的这种兴趣啊 为什么在那么早的阶段就让你自由发挥 我的家庭一直都很鼓励我做任何事情 所以到现在还是在帮我 一直就是因为他们的鼓励才让我有这个 courage 做我想要做的事情 我跟很多人说他们知道我是谁 比我自己还知道自己 they knew who I was before I knew who I was so I have to credit my family for everything I've done 就像我刚讲的 你妈妈爸爸在你小时候 你九岁以前在台湾嘛 还念过三年的小学 他会不会让你去看一些书啊 去写一些 比如说写一些练毛笔字啊 或者是读唐诗啊 就自己喜欢创造东西 不只是创造小衣服 或创造纸粘图或画画 其实毛笔也是变成一种艺术的一种 发表的一种工具 所以我现在就在做一个print 比如说我们设计的时候 布都是我自己设计的 布上面的画也是我设计的 有时候是我画的 可能用毛笔的方式去画这个画 所以从小到大 我妈妈跟我爸爸一直都很 非常的培养我喜欢做的事情 所以你就生在一个非常自由的环境 非常自由 你说啊 你生长在这一个让你自由发挥的家庭 所以我就觉得说 我们不但要培养更多的无济缸 可能还需要更多的无济缸的妈妈 所以你对这个在现在很多父母 他们的孩子可能正在念幼稚园 念小学 你觉得给这个父母有什么样的建议 可能我妈妈妈 可能会有更多的想法 但是我认为我们需要更多的 我妈妈和爸爸 因为他们给了我 我给了我所有的工具 我需要做的 我做的 我觉得你在这个过程当中 有没有受到过什么挫折 有没有受到过程的 我从很早在我的生活中 工作一直在费费 我相信这种很好的模式 我相信就像你说的 一定也遭遇到很多的挫折 很多的困难 你有什么方式能够化解这些困难 这些挫折 我相信每个问题有一个解决 我相信之前 我总是有问题的 所以你终于是在制造型 我认为为为为你用这个模式的形式 我觉得怎么看不容易无论 你可以走出这个模式 或者是一种模式的形式 你可以做出这个模式的形式 那一部分我做的每天 如果我常常做的问题 我总是想要那处理 зад you 之前也认为这些困难的 那我知道您是这个设计的专长 因为我第一次看到你的照片 我吓一跳 我们想象中的设计师 他一定都是留着长头发 甚至留着胡子 就发现一个既没有留头发 也没有留胡子的人 我一下子还反应不过来 I think I always My goal is to dress women and dress my clients well And I want to be in the background Because I'm a designer So I should be in the background And that's why I kept my look very simple And my mother always told me Not to become the designer That comes out At the end of the show In a dirty t-shirt And some jeans and messy hair So I just decided to shave my hair It's much easier Then I can really concentrate on my work You刚刚讲说 你的父母也期待 打扮能干干净净的 穿着比较得体适当 那其实这是蛮东方的想法 蛮东方的想法 那我不晓得这种想法 是不是有反映到 你的作品里面去 因为我们感觉到 你的作品 往往是比较简单 比较simple 然后甚至带一点点 这种东方的 这种婉约 的风格 不知道是不是这样 嗯 嗯 I think you I think being in an Asian background is a part of my work I think you'll always be a part of my who I am and what I do and as a Sim There's a classic simple elegance in the Asian culture I think is It's very It's a very Asian thing So I think Yeah definitely It's been reflected in my design 我们现在亚洲的国家 有很多非常重视时尚 fashion这个产业 比如说像泰国 它有所谓曼谷的时尚都市 像韩国有所谓的米兰计划 都是希望能够来promote 他们的时尚 台湾现在有很多年轻人参加 各种各样的设计的比赛 都有不错的成绩 我相信他们看到您的成就 一定都非常的羡慕 也非常的感动 您觉得你有什么方式 可以把您的成就 跟他们的努力能够结合起来 I hope by just me coming back and sharing my thoughts and my experiences with Taiwan and students and young people my next generation I hope I can bring some more attention to not only them but their parents to allow them to do what they can do and I think there is so much creative energy in Taiwan and we're just in the beginning of discovering all the talent that's in Taiwan I see so many successful people in Taiwan in different industries they're much more successful than me but I hope I can be one of the examples that to Taiwan that design can be a very valuable career as well 我想这个不但 你应该常常回来 跟年轻人分享你的经验 我觉得这个 吴爸爸吴妈妈 也应该来分享他们的经验 因为没有他们 这样刻意的栽培你 让你享有最大的 创作跟发展的自由 今天不会有吴基纲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这点是很了不起的 我觉得他们的经验 可能跟您的经验一样的重要 他们的经验可能比我的经验更重要 因为我看 我跟你的 虽然我今天才第一次碰到你 我就觉得你真的很有东方的味道 就是很谦虚 然后很温和 而且处处都替别人着想 这真的是非常非常东方的 我不想你在西方 这么激烈的竞争环境里面 这种东方式的厨师哲学 是不是不会遭遇到什么问题 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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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因为 因为我认为 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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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have a very Asian way of working you know meaning you know I grew up in a family my dad worked every day very hardworking and Taiwanese people are some of the most hardworking people I've ever seen just from even somebody who's opening a little grocery store to anything 不管是台湾人 或者是亚洲人 你得到的这样的印象 就是说 我们要迎头赶上 在我们的文化创业啊 除了要跟世界接轨以外 我们自己要往下砸根 多了解我们自己的特色 我们自己的优势 就像你刚刚讲的 这样才能够真正的展现出 跟其他人不同的风格 我觉得我自己 永远都是学生 一直在学 是 我想这很了不起的一种 谦虚的态度 今天真的非常高兴 谢谢 能不能跟你 谢谢 这个对谈 谢谢你啊 谢谢你 下次回台湾 不要再五年 一定会 好 谢谢